請問八道 像周老師他都要龍頭股像台積電 這樣好對不對 基本上來講話 當然他是就是護國神山的好股票 不過在這一點來講話 就是我其實從去年 在很多節目上面 我的分享的概念就是 我們在投資的過程中 除了基本面很好之外 我會建議大家說 盡量不要當高速公路上 逆向的那一個人 因為網路上不是有個笑話嗎 就是他對阿嬤卡在那裡 他說你要注意 聽說有人在告訴公路逆向 他就說什麼一台 真百台逆向 就變成是說好像 其實就是他是逆向 所以說來講 其實剛剛其實惠珠姐有講到 台積電的狀況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問題 不過其實從長久以來 其實我做過的一個統計來講 從金融海嘯一直到現在 撇開所謂的什麼股權投資 等於是說外資 他在所謂的資本市場上 真金白銀 就是跟我們一般人去買賣 他大概最多買台積電 買到大概兩百四十幾 四十八萬張 最多現在只剩下三十七萬張 從兩百四萬 就等於是說他的好 基本上無庸置疑 從第一季財報到第二季的財報出來 他的好基本上 大家都不會去質疑這件事情 所以說他的優質是沒什麼問題 但是畢竟股價他不是完完全全 好像只看基本面 還有很多的一個面向 就像說在整個金融海嘯的過程中 你再好的股票 你的股價還是會修正 所以說我在投資的過程中 我也會比較建議大家說 今天那個好當然沒問題 但是當你發現 好像你覺得很好 結果譬如說假設外資也在賣 投資也在賣 資金商也在賣 就等於是說 好像只有你一個人在看好他 然後大家都在出場的時候 即便他是一個非常優質的 基本面很好的好股票 我都會建議大家稍微小心一點點 那基本上從這邊來看 你說法人們專業投資人們 他們會喜歡優質的好股票 這是必然的 但是當他們在持有的過程中 常常也會基於很多的因素 不管是因為利率的因素 匯率的因素 當他們在調節的時候 我們可能不太適合說 因為他基本面好 我們就一直抱著一直抱著 這個概念可能在這邊來講的話 就像剛剛所講到 盡量不要當高速公路上 逆向的那一個就好了 了解 那這個祖老師 所以你現在還有三幾個股票 現在都是只試探的而已 都一頂四個而已 你都怎麼選鼓 我的觀念就跟超級拔蠟一樣 超馬拔蠟一樣 我的狀態就是說 朝人多的地方去 人多的地方就是 我看那個叫做他的那個成交量 是不是 我會覺得量很多的地方 一定就是人多的地方 因為我最怕的就是 我不喜歡這個股票的時候 我要賣 等一兩分鐘或是三四分鐘 都沒有動 我就很怕這個 我最喜歡就是我想賣 就是我掛上去 我還來不及看的時候 他已經成交了 基本上你是外資 外資 外資一定要找那種 馬上要賣就賣掉的 對啊 因為有時候你真的 你有時候按說要賣 你按上去的時候 你想要後悔一下都沒有機會 他就馬上成交了 你的已經成交了 我比較喜歡走這個人多的地方 了解 那你會去買那種高配息的股票嗎 我 高股息的 高股息的 股息我會去注意一下 但是我還是 我的觀念還是喜歡那個叫做 到我打破那個 我認識他 我 因為我 我這個是 我是摩羯座 我手從 我做高股做三十幾年 但是我的電腦資料裡面有 我所有以前買過的股票 我賺過賠過都把它分成兩邊 賠過的股票我都放在那裡 那個就是我的記憶 那以後這個股票 不要碰 都擠 不碰他 那這個賺的股票 我就會常常去 看現在怎麼樣 現在怎麼樣 因為你比較了解他了 對 我對他很熟 沒有就是股票投資 有時候真的滿邪門 像他剛剛說 他投資台積電 台積電好公司 他都是虧錢 像我有個朋友也是 他說再好的公司 他每次進去都是跌 就是股價低的時候 還是會有其他 還是會有 那就保持聯絡 他進場你趕快走 就保持聯絡 所以你買台積電的時候 告訴我 周老師 不會再買台積電 周老師買一支 高票賺五百萬 買一支 浩鼎 我永遠記得 好像在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那個時候 結果那個時候買 是因為一個朋友 從美國回來 他們是從美國回來 是到這家公司去上班 他剛回來 他們是在做油 那時候就剛好 生計股就開 他就說 如果我知道 他要回來這間公司上班 他告訴我說 這間公司 怎麼樣怎麼樣 不錯 來那吃飯 聽到那個 我開始買 那個時候 一百七十八塊 那買了一百七十八塊以後 我的心裡面想說 因為那個朋友是一個 在那個生計方面 他是油很厲害 我想說 記得他還要回來 這間公司上班 他這家公司的股票 是值得投資 那個時候 報的是投資的方式 所以我買一百七十八塊 買了之後 他就一直 有年輕鬆鬆鬆的去 其實我中間放了兩年多 一直去 去到三百塊 我也沒賣 我心裡想說 反正我有去投資 但是他會去生計股 他是沒有什麼 那個股息什麼都沒有 但是他有在漲 那個時候在漲 我就沒辦法 加上那個時候 我又不行 後來就莫名的 他去到差不多五百多塊 五百多塊的時候 他在漲到七百塊 那個時候 嚇死人 他是這樣子 每天漲那個嚇死人 你根本就沒有想要賣 因為我說 我更讓你準備下來 我也不會 怎麼知道 我賣掉就對了 所以他那個時候 就像人家在台上 一直上去 後來到七百零五塊 我想說 可以了 因為我曾經被GR 下過一次 所以我就好 我就把它賣掉 但是他去到七百五十五 我沒有 後面後續那一段 我沒有賺到 但是我到七百零五就賣掉 這樣賣掉 我也賺 五百多萬 好厲害 那個時候真的 那很高興 你知道 我們的電腦 他會出來 你的獲利 紅利 多少錢都在後面 那五百多萬 你要怎麼用 一半一半 一半讓我嫁給他去 他買一間 漢森西路的頭七款 唇的讓他去賣掉 很棒 那一半我自己 放在那裡 那時候就真的 拿去美國這條 那裡這條 怎麼都有 沒有那個就是 那個時候我會覺得說 記得到 就莫名的給我 我就有多少要花了 因為吃這麼老了 沒要開 沒要創什麼 那會住像這樣 周老師這樣買 是穩氣好 還是眼光準 剛剛講有沒有 做到一個keyword 就是說他的一個 他信任的好朋友 然後進去這家公司上班 那因為他認為說 這個朋友願意 從國外回來 到這家公司 那表示說 這家公司是有發展前景的 所以如果今天鄭大哥 你告訴我 你要去哪一家 上這公司上班 我一定會買那家公司股票 因為你願意放棄這麼大 這麼高興 然後去另外一家 這是公務員的工作 對 就表示說 其實一個你信任的朋友 他如果 他去那家公司上班 等於是為他背書 所以其實這種事情 我也做過 曾經我看過 有一個台積電的高級主管 他放棄台積電的年薪 然後去一家台積電的子公司 那我就想說 為什麼他願意放棄 這麼高的年薪 然後去那家公司當總經理 後來我就買那家公司 那家公司叫創意 後來他就真的長很多 所以你可以 這個就是我們在投資股票的時候 你可以看這個主事者 他的一個企圖心 然後這是一點 然後後來剛剛在化妝間的時候 我也跟老師開玩笑說 老師你是不是 每次要投資的時候 你都會先算一下 你的運勢怎樣 如果運勢好就進去投資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也是這樣 他都會把 都會幫上市公司算八字 就是上市公司成立的那個時間 就是他的八字 他會算說 這家公司到底有沒有發展前景 然後除了基本面以外 因為就是說 因為基本面大家都看得到 大家都EPS 大家都算得出來 但是有一個就是這種 神秘的力量 所以我覺得那個老師 可能他在投資的時候 他也有看一下自己的運勢 可能他也覺得運勢還不錯 因為我自己也發生過一個情況 就是我去年九月七號 我在冰島看那個極光 那我那時候看到冠冕極光 那極光真的大爆發 那人家不是說看到極光 就會很幸運嗎 就剛好那一天 就是我朋友生日 那我就打電話跟大家說 祝他生日快樂 然後我說我看到極光 你趕快告訴我 有沒有什麼股票 你覺得好的 他就告訴我一支股票 真的很神奇 我買了那支股票 那時候買六十塊 等到我九月就是九月七號買 度完假回來 兩個禮拜已經漲到一百二十塊 漲一倍 對 所以我們都叫他極光股 真的 那我們一起看極光的人 可能都買 有人買一張買兩張 然後大家都同樂這樣子 世界怎麼這麼不公平 你去度假 然後股票漲一倍 所以我是沒有 我們在這裡很辛苦 沒有啦 那個我們買一張也沒有用 只是說那個是一種 買一張沒有用 運氣啦 運氣有參與這樣子 哎呀 厲害 好 那可是 周老師你這樣 這四人買過的股票 可能一百幾的有嗎 有 有喔 你都以人多的地方 就把它選股 對 我因為我有分出來 我發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就是說 我賠的股 差不多三分之二 但是我賺的股才三分之一 但是我賠的都是賠 很少的我就走了 我對他不熟的樣子 那賺的股我都是賺很多 所以我一直以來 到目前為止 我股票是沒有賠的 好 哇 厲害 因為我覺得我賺的 今年以來沒有賠喔 這很厲害喔 整個算起來 因為不可能是算哪一支哪一支 整個算起來 但是我覺得我賺的 差不多三分之一而已 賠的是要三分之二 這叫又賠的股會比較多 都拋百幾支了 你現在剩三支股票 都一支而已對不對 一支而已 你打算當時還要開始 傷痠 對我來說 應該要傷痠 應該是明年的下 應該是明年年底 明年年底啊 對 所以我現在 不會再去買股票 買很多 那有就是怎麼 房子 看這支你看 有什麼是明年底 有什麼是明年底 我算我自己的運吧 我自己算自己的名字 是喔 你有這個專業的 因為我就覺得 因為到現在 因為有時候 我們運的不好 像很奇怪 你要去買股票 覺得都沒感覺 好像覺得 不知道要買哪一支 你覺得對這支也沒信心 對那支也沒信心 乾脆買 是 那如果你運好的時候 你會覺得對這一支很有信心 很有信心 把它弄就弄到 想問娃娃 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 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